一路走來真的好辛苦 好困難 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 抱到眼镜总经理蔡宜山 指控知名仿制大厂二代 蓄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 长期对他性骚扰 在那个事发的当下 我有多么的震惊 我内心更是万分的 彷徨 无助 如果我在现场大声说出来 我以后该怎么面对 众多的共同朋友 我更担心黄冠华 在社会上的广大的人脉 跟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才 害怕他会故意封杀我 抹黑我 伤害我的名誉 虽然蔡宜山身为商二代 被指控的黄冠华 也是纺织大厂二代 拥有的财力和射精地位很精元 他父亲拥有的蓄荣集团 是台湾最大的征制部工厂 近几年营收高达三百亿 黄冠华跟一手创立国内 最大天使投资机构 市府天使会 善于打造个人形象 但黄冠华也在事情 爆出来两天后回应风波 深深一鞠躬 诚心斗欠 黄冠华解释并没有恶意 只是在行为举止上分寸没拿捏好 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只是身为被害人 蔡医生仍然强调无法接受 华氏新闻学界成绩顺台北采访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